澎湖群岛海域辽阔,面积达7936平方公里,比陆域面积123.7450平方公里,大出甚多,自然出现不少问题 其中有以海底废网罪为严重,任意抛弃在各海域的废网,形成海底死亡长城 让海洋生物触网死亡,包括海龟、海豚、鲸鱼等各式各样海洋生物,都难掏其毒手 至今仍是问题的根源 澎湖海洋志工队,日前前往国家公园南方四岛海域巡逻 在东极北方发现一堆汽网,在海上漂流已很久了,成了藻类附着的基石 也吸引很多海洋生物来寄居,飞鱼也利用它来残卵,但很多却被网残绕而死 一条海鲤鱼为了吃飞鱼,也被网藏住而死 这本不是大自然的现象,但因为人类的行为 今天已成为大自然海洋的常态现象 立委员要很早就注意到海洋废网的问题 提出三年五一的清除废网计划 交由县政府农渔局委托,专业潜水人员下海打捞 虽然每年都交出量力的成绩单,但因澎湖海域辽阔 仅是杯水车薪,海底赴网一时间无法清除完毕 人对海洋生物造成威胁,农业不公告 自2021年7月1日起,渔船进出港,西带刺网渔具 需清楚标示渔船统一编号,展开网具实名制 避免海底废网持续增加 海洋志工队表示,人类丢弃的垃圾 很多都会被大自然、大海所回收利用 就算还有沙上力的渔网也不例外 但在回归大自然的过程中 这些废弃网也持续伤害着海洋生物 记者,成龙域报导